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臣 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就是自媒体这个东西 还有新闻的相关报道 今天的主题叫做《撤写必然失真》 很多人想要访问我,我都拒绝了 有的不管是媒体或是什么样 其他人来要访问我,我都拒绝,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想要访问我的时候,你有自己的复案 你想要访问些什么内容 可是我讲完之后,你可以剪辑 而且剪辑完之后,那个著作权是属于你的 不属于我的,我就不能自主 那我认为你讲,你剪辑的东西 我很不满意的时候,我还要跟你追溯 那这个是多余的嘛 于是乎我想要讲什么,我直接自己录影 这就是我自媒体,所以一直没有找人跟我搭配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不需要在另外节外深知说 将来为了内容的问题或怎么样 还有再来就是讨论 如果是一个团队的话,我们要讨论内容 要怎么怎么样,还要写这个稿子 那个时间拖很长 除非你的每一个人都是很厉害的人 那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司其职 然后那个稿子拿来我照念 不会饶口,不会怎么怎么样 那其实那个很困难 而且你还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团队嘛,那现在如果说我现在这样的话 我说到哪就讲到哪 讲到哪就做到哪 然后我也不写脚本 就脱口而出 想要讲什么,立刻就录 没有时间差 所以我一天可以出很多片,原因就在这里 那这个讲到这个测写 测写就是从旁边观测 我以前在 在Yahoo的部落格 很多的朋友 就是所谓的网友 他们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 大家都比我小 一岁两岁而已吧 极少的人年龄比我大 那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很奇特的人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嘛 这我2014年选举里长的时候的证件 这个都我以前在网络上都公布过嘛 骑马射箭,飞行,风浪板,帆船 武术乃至于音乐,美术,戏曲 等等 这些东西都在这上面 都有图为证,图地的图 我跟我图地合照的 我在教他们的时候 都在这上面 明明白白的摆在这上面 可是那些网友 他们只是觉得好奇 觉得我是一个非常funny guide 非常有趣的人 可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没玩这个东西 他从来也不敢玩这个 只是看到你说你会骑马 你会游泳 一开始知道不敢相信 你怎么可能 你又不是007 你怎么会这么多东西啊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都已经快要60岁了 现在60多岁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那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所以他们觉得非常有趣 而且我刚刚已经讲过他们的年龄了嘛 主要都是异性 于是就有好几个人跟我讲说 有很多场面希望我能够参加 包括他的子女的结婚 结婚的结婚典礼 他说红包不要包 只要你来就好了 他希望说有我这样的人出现 能够对他的这个婚礼 对他的场面 能够很很这个 很这个彭壁生辉等等的 那甚至于呢 有至少有两个 我记忆里面至少有两个 不同时间的 不同时段的 有的隔了一年或隔了两年 其中有一个人讲说 那他的他的女儿是那个大学的什么 新闻还是还是广告广告系毕业的 那毕业是要做毕业制作 他们就找题材 找题材就回家跟他那个跟他妈讲 他妈就讲说 我认识一个人 这个人很有意思 你到那时候没有youtube 是到部落格上去看 你看看他这个上天下海的 他都会 这些是这个人很有意思 而且我跟他接触过 跟他接触过 我发现到他很值得你 你来专题报道 于是 于是这个人就带着他的孩子来 来跟我 请我喝咖啡 我们就聊 聊聊聊聊 结果那个 我发现到对方 因为那个年轻人 他对这些冒险活动都没兴趣 他只觉得说 我这个老头挺有活力的 于是乎他就想要写他的脚本 把我塑造成另外一个形象 就是一个好动的老头 那我说那你就 那你真的是 真的是这个裤装里放屁搞差了 我就跟他讲说 那真的是我们两个 你没有了解我的真谁是什么 而且因为我们两个年龄有差 差了一个辈分 我跟他妈妈是 几乎是同年的人 所以我们的想法会比较一致 但是也不全一致 因为如果一致的话 你就参加我的活动了嘛 我这边徒弟都是 我秀的大部分是女的嘛 徒弟 那这些人都是什么 冒险家 那他的妈妈也不是冒险家 所以他的孩子们也不是冒险家 可是他们想要用影像来 来记录什么呢 他想讲的东西不是我 不是我有兴趣的 因此我第一个谢绝了 第二个人也是 什么新闻系还是什么系吧 也是要做毕业制作 他的母亲第一个就推荐我 因为我是他们认识的人中 最奇特的一个人 这么多东西啊 于是我又不厌其烦的参加他们 那找我约我喝咖啡嘛 喝咖啡就聊嘛 我也想了解年轻人心里想什么东西 于是他们在讲 讲了以后我就听到讲说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根本没进入我的世界嘛 我的世界就在这边 你没有亲自参加流汗 我不要敢讲说流血了 也不更不能讲说流泪了 我讲你流点汗看看 你有没有那个胆量 如果你没有那个胆量 你就没办法用同理心来描述我 所以你对我的测血完全什么 失真 绝对失真 因此我就第二个也拒绝了 乃至于其他的新闻媒体想要访问 我都谢绝了 我说你有你的副案 你想要把我描绘成什么样子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某一些 介绍某一些 风土民情的时候 那个制作人 拍摄的人 他自己后来做后制剪辑 他想要取的是他的目的 他的那个想法 那实际上有的时候他们讲说 这个是绝世秘迹 在我们来看 那什么叫绝世秘迹 谁不会啊 就像我讲说 人人 眷村里人人都会做的面食 包子抹头 抖沙包 这些东西 郭葵 画卷那些 这是每一家人每天都会做的东西 乃至于什么 疙瘩面 什么 那个混沌面 什么 每一家人都会做的 那你说你 那叫什么绝世秘迹 乃至杠子头 那没有什么绝世秘迹 那只是说当初那些那些前辈人 他是为了谋生 那每一家人如果真的是 真的放下身段来 他也可以做这个 只是他愿不愿意持续做 这些 这我们讲的 眷村美食都已经讲过 不在这边讲 我的意思就是说 医水事件 你的水平很低的时候 你看到的事件 这不得了了 可是我们在高层往下看 那什么东西 那简直是基本功还不算了 还在前行法呢 所以说不同的东西 要诉求不同的人 虽然我儿子跟我讲 每次跟我聊天的时候 都要讲说 你到现在还没搞清楚 网路要的就是这些 没有用的东西 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没有用的东西 是给没有用的人看的 简单讲 废物为的就是什么 废人 那我不是废物 我这边起码射箭 飞行风浪把帆船 这一切东西都是什么 以前所谓的贵族运动 那我说贵族不贵族 是由你自己决定 而不是由一般的 世俗的这个看法来决定 如果是贵族的话 我不是贵族 我的子女更不是贵族之后 可是他们18岁以前 这些全部都学过 我说过我35岁才学飞行伞 是 将近50岁的时候 我才学的风浪版 虽然以前有学过了 至于说潜水什么 那是从小就是游泳选手 这个我们也就不用再讲了 如果认识我的人 早都知道了 那影片有那么多 如果有兴趣就看吧 但是光是看没有意义 你想要撤写一个人 你必须要进入他的生活境界 所以曾经有过一个 意大利的一个女的学者 说第一次见面 她是研究这个 那个 各个部落 她在台湾最有兴趣 她是做了眷村的研究 她之前在台北的保障岩 也在那边蹲点了很长时间 她说保障岩 not anything special 没有任何新奇的东西 可是她参加过一个讲席 一个研讨会的时候 中间有人提出的论文 就是用我们家作为这个 里面的最重要的介绍 她拍的照片影片 那没有跟我 没有主要 没有访问我就直接拍了 然后做她的论文的这个发表 那结果那个 那个学者 那个意大利的 是个女性的学者 她姓唐 我还记得 她就跟她讲说 很有兴趣 very interesting for this 于是乎那个博士 就带着她到我们家来 中午的时候 我正在和面 手上正在那个面 还是在棉续状的时候 所以黏着手上 她按门铃 我就开门 开门之后我一看 呦 老外 她就跟她讲说 他们一个研讨会 我说那个研讨会 我没有参加 我不知道 于是她就拿她的手机 给我看说 当时她放了几张 我们家的这个外墙的照片 吴忠诚 我写的那个 然后讲说 那个我有很多影片 在网络上面 于是那个学者 就看了一些影片 他也会讲中文 于是乎她就讲说 她直接就直接就讲出她的想法 她想说要 希望能够住到我们家 住到我们家 我当时先兄还在 那两个男人如果说 在允许一个女人 尤其是外国女人住进 也没有客房 她的意思是 主要的意思是说 希望说能够了解 眷村人真实的生活 她的目的是这样 而不是说 男女瘦瘦不轻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或者想要 要蹭饭的什么 都不是 这个很明显 而且眷村人 根本也不在乎 人家来蹭饭或怎么样 主要是要一个文化的交流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机不大 所以我就没有 没有没有同意 那她本人也直接讲 她说台北的宝藏园 她住了很久 发现到那地方 根本没什么文化可言 而真正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 就在我们这个台湾 蛙人村 也就是我是蛙人村村长 就在这个地方 她不想用策写的方式 她想直接体验 体验生活 这就是我常常讲的 所以我讲说 最近 最近又有某一些单位 真的要做一些这个 介绍中华民国的影片 我很有兴趣 那我就突然想到说 如果说要找一个人 来用策写的方式来叙述我 不如我第一人称 我来叙述我自己 就像我的影片一样 我来叙述我自己 我的影片非常的多 光是那些素材剪辑 就可以不知道 可以出多少片的 但是因为每一集里面 都有我个人出现 而且还有飞行船 跟卢塘母中层冒险学校 这些字眼出现 乃至于我的浮水印 在我影片的下面都有 因此人家想要剽窃 想要什么 都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著作全法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讲说 我说你严防毛岩寿 毛岩寿就是帮 帮王昭军画像的那个人 当然有一些学者专家 为他平反 实际上毛岩寿不是这样的人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 等等等等 那不重要 重要就是那个故事的背景 就是毛岩寿因为他 王昭军没有贿赂他 因此他给他画得很丑 后来就被 就被合翻去了 那这些故事就是说 测写的人 来访问你的人 他因为要做后制 所以不见得是你满意的 再来我还有一个 著作权的问题 他给你录像的这些资料 这些素材 全部是在他的所有权 我的影片已经出来之后 人家可以download 我不会去反对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上课 很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用过我的影片 来介绍说 你看这个人很有趣 这个眷村里面的人 自己来介绍这个 自己制造影片来介绍这个 我40多年没有见的 当兵的同志 居然是因为在老人大学里面上课的时候 那个老师用了一个影片 他说这个人是我哥们 老师说真的吗 结果他就用这样来搜索搜索到我 实际上我早就在影片上 我们这个老哥们 他因为他不上网 而且个人有个人的生活领域 那领域没有搭叠 因此他找到了我 他找到了我之后 第一个要求是说 他看到这些东西之后 他标定一个起码 因为现在要来潜水 要什么他身体也都不行 就想起码 飞行那当然是最难的一个 要有胆量 起码 那我想起码的话 你要有相当的平衡感 那都没关系 如果不行马上就放弃 反正缴了钱也可以放弃 因为生命比较重要等等 这个题外话 主要的题内话就是讲说 这些素材的这些那个著作权是对方的 如果你不会剪辑 你拿到素材也没有用 因此你所有的 你出现的这些场面 只能够局限于人家剪辑好的那个内容 那是你要的吗 显然不是 所以永远记住 我讲过这警防毛烟兽 就是说 凡是测血 等于失真 都不是那真正的你自己 真正的你自己 你知道你想要给人家知道什么东西 就像我这样做自媒体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